她叫魏美女 今年30岁 她长相甜美 娇小可爱 活力四射 她喜欢用笑容去面对一切 她的笑容温暖而又明媚 她在网络上的点击率累计数千万 并荣获2019中国年度影响力女性提名 魏美女的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魔力 掌声有请魏美女 来 做下次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魏美女 今年31岁了 来自宝基 魏美女 我以为是美女是那个美 美女的帅哥的那个美 其实她这个位置三菱水那位 梅子的梅 木字旁的梅 这是你的本名吗 这个是我来福利院了以后 福利院的叔叔阿姨们给我起的名字 你在福利院长的 是的 我也是听说了很多版本吧 就是我两岁多 奶奶出去买菜去了 然后我紧随着奶奶出去以后 就发生车祸了 家里人就不要我了 就是被丢在胃盒边 然后被警察叔叔捡到以后 送到福利院 所以姓这个位 也有人说 我是小时候在大年三十的晚上 在一个纸箱子里面 然后说伤口还没有处理干净 就是就很简单地处理了一下 然后被院里人有看到 这些所有的这些传说 你都是听别人说的 对 打记事起 就是福利院的生活 对 那福利院怎么生活呢 我们那个环境是封闭式管理的 最小的可能只有几个月大 甚至有早产的 有一些有问题的孩子 像脑胎啊 肢体残疾啊 还有精神病啊 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起 然后有阿姨教 教一些比较学得快的孩子 做一些事情 然后她就会带着我们一起做 所以我们都是大的帮小孩子 小孩子帮更小的孩子 彼此互相帮助 对 但自己也要自力更生 更别提什么孩子有人喂饭之类的 对 都自己吃 那读书呢 读书是我们小朋友一起外出 在同一个学校念书 小一点的孩子放学早就早早回家 大孩子会接我 就等着我一起回家 就推我 你那上台阶上上下下怎么办 我自己都可以 自己 那个时候就可以 你学习成绩好不好 小学的时候学习成绩好 也是那个时候 因为学习成绩好 老师喜欢我 同学们也喜欢我 我们来看一下魏美女 平日里的生活 从早到晚是怎样的 有一段小片 来看一下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 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 时间着急的 重刷着 剩下了什么 原调走过的那些曲折 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 红人的轻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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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走了青丝却留住一个你 岁月是一场有趣无悔的旅行 生活的每一帧画面都很美 对 你能坐在沙发上坐一个 那个扶卧撑吗 我看看 可以 这个很软很难做 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体育运动的 我看你还游泳吗 08年的时候 残联的工作人员来福利院挑选的我 经过筛选 我是第一个学会游泳的 就是在七天之内 七天 你掐了不少水吧 因为你没有下肢 所以你没办法踩水 你要浮在水面上 你完全得靠手 教练教大家 就是在水下如何自救 就腿盘起来这样抱着腿 但是他可能把我忘记了 就我没有双腿 我当时在水下不敢睁开眼睛 我就是四肢抓不出东西的时候 我记得就别人说 只要你扑腾 就肯定淹不死 我就拼命地就游啊游啊 我就碰到东西 我肯定就拼命抓住 第一个到暗的 到对暗的 然后教练们都很惊讶 就说七天我是第一个学会的 你怎么学会的 你现在总结一下 你是怎么学会的 我是因为害怕学会的 在过了没多久吧 又有教练来找我去打篮球 打篮球 对 坐轮椅打篮球 对 你这坐轮椅容易翻吧 因为你没有下肢 是 因为我太瘦了 太瘦了 然后下边又没有腿 去就是底盘不稳 你坐不稳 对 坐不稳 然后就别人一碰我呀 或者说是一撞 我基本上就会被撞倒 或者撞飞 退役了之后去到哪里 鼓起勇气 离开福利院去上海 我太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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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再瘦了